哈喽大家好,我是三哥 我在私信里边居然发现有像我要马沙拉蒂的 我真的是有点懵啊 马沙拉蒂其实在已经很早就已经绝版了 市面上你几乎是说送马沙拉蒂几乎都是骗人的 还有一个私信就有些意思了 这个私信的大体意思呢就是他被同学欺负 如果不给钱就把他堵到楼梯口尖然后揍他 虽然只需要十块钱而已 只要十块钱这对于三哥来说真的是轻如牛毛这样子 但是我希望你明白这个校园暴力 如果你选择纵容他们或者是给他们钱 他们只会变本加厉 而且这位粉丝在上班的时候也会被他们闹 说实在的 这种事情真的很过分好吧 小孩子算选择准备向父母再借些钱 来讨好对方 我真的一开始看到我是有点生气的好吧 这十块钱无论真假我都可以给你 但是就像我私信所说这样子 人的欲望是无限的 你重容他们他们会要的越来越多 当你遇到校园麒麟 请你相信你的家长和你的老师 成年人的力量是比你想象的要大的 由于他的私信里边说他上班 那些人还过来找他 应该是直播的 想必那些闹事的人也不是年龄特别小的 只还有一个更安全有效的解决方式 就是我们成年人的解决方式 直接报警立案 找个警察来帮助 对方这些像你要钱也好 打你也罢 这都是已经有犯罪了 你完全可以立案 对方会赔你一笔钱 很大的一笔钱 甚至 对方可能会坐牢 因为我并不了解我这位粉丝真正的情况 所以你觉得拿钱消灾 这不防事件